在過去二十多年以來 中共對外的作為 在戰略程度上面 大概兩個原則 和平發展 大國崛起 所以在胡錦濤時代的時候 中共就提出來了重要戰略基於起義 那大國崛起 涉及到的是核心的意義 也就是中國大陸希望 其他的大國以及周邊國家 尊重他的核心力 那主權領土的完整 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在戰略方面兩個大的原則 向前壓迫 避免戰爭 所以向前壓迫的時候 當他跟周邊的國家跟地區 就產生了衝突的時候 他最後的目標都不是回到Status Core 回到原地都不是 都是往前走 那戰術上面的第二個原則是避免戰爭 雖然說他像前壓迫 其實他也很聰明 他其實在避免全面的這個戰爭的爆發 那當然他會針對他的對手 時空的環境以及本身跟這個衝突的當事國之間的這個國力對比 來去調整他的作法 所以這幾個戰術上的原則跟戰略上的原則 彼此是衝突的 可是在彼此衝突中 他根據時空來執行的一些調整 那麼在習近平的時代裡面 所以整個中國的這個國力 綜合國力的上升 還有習近平他的政治的性格相關的 大國崛起跟向前壓迫 實際上扮演更重要的這個權衆上面 他扮演更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麼在這次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佩洛西訪台之後 中共對我們的這個施壓 他像採取了多種的手段 這個多種的手段 可能包括了軍事 可能包括了經貿 可能包括了政治 可能包括了外交 甚至包括了網路 其實綜合的意義 它是希望達到了 對於我們的整個經濟秩序 我們這慢生存的整個經濟 是造成影響 好像是在心理上 產生了這個心理上的壓力 那在這個多種手段 其實經貿的手段 那個壓力實在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實際上在關心 是一個中長期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影響當然就會對台灣的安全 對兩岸的關係 產生一個結構性的一個變化 在這次事件之後 中共對台政策 實際上它會有一個比較結構性的轉移 那過去來講我們可以說 這個中共對台的政策 實際上是用兩條腿來融入 一條腿當然是硬的 另外一條腿是軟的 那硬的部分當然是外交上的壓迫 軍事上的威脅 可是還有另外一條腿 是軟的 那個軟的就是社會經濟融合 可是經過這次事件之後 那兩條腿只是一條腿 那個經濟社會的融合 它還做得到做不到 就變成是一個很值得 我們去注意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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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就是一早來之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已經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 這個不滿抗議 甚至去這個勸阻 當然它來了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各種不同的這種壓力 還有譬如說這幾天的這個中共的軍演 我自己在看它除了向前之外 還有一個在實際的安排上 是極限壓迫的策略 所以它不只是在軍事安全方面 在能源安全 或者是整體綜合安全的國家安全考慮上 其實都對於台灣造成很大的危機 從中國的作法來看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裴洛西議長 訪問後的這一些軍事壓迫 它就是有三個持續的做法 一個就是很持續將台海 還有台灣的領海內海化 這是第一個持續 第二個持續是 去把這個所謂 中國是有力拒止 境外事物的介入事實化 然後第三個呢 常態的對台灣施壓 或者是抵策的 我們各種不同的方法 去展示一個這個常態化 我想這三個持續是 我們會面臨到除了今天的這個事件之外 中長期可能會面臨到的一些困難跟挑戰 我們要怎麼做 我特別用三個A跟三個T 來跟大家報告 首先三個A呢 第一個A是Avote 我們當然從台灣的角度 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 我們都希望現在的這個事件跟危機 要避免它是什麼常態 然後第二個A 我想要講的是Advancing 就是去繼續的推進國際壓力 包括用各種不同的國際論述 第三個是Accelerating 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灣的這個產業 特別是在高科技產業是很重要的全球工業的環節 經過矽頓的這個加速的建構 可以讓大家知道一旦失去台灣 那全球的這個生產供應鏈跟這個什麼生存鏈 都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那當然就可以加速我們第二個Avancing 國際理論跟國際壓力的支持 然後也可以進一步去避免常態 我要提的第二個部分就是 從現在發生危機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看待 然後政府該怎麼做 我這邊想要提出三個T Anger or Mad Major 在災前 然後在危機中 Transparency 最後一個Transformation 就是讓大家都知道 台灣其實很快的 快速的就會 在危機之後就回到正軌 讓國際對於台灣的這一些投資啊 經濟的這個經濟目的地 然後有繼續跟長久的信心 如果我們做好了準備 從政府的努力跟民間的這個commitment 我想這些危機都會只是一個 一個小的這個插詢 未來台灣安全跟穩定還是值得信賴 台灣在這個經濟安全的議題上 其實發展相對是比較環安 第一個 過去國際經貿的秩序 我們在談的 包括美國現在在談的 是一個所謂以規則為基礎的資訊 就是rule-based order 現在我們看到所有的行為 都是挑戰rule-based order的做法 包含了經濟制裁 包含了美國要去調整供應鏈 美國本身也在挑戰 我們所理解的所謂rule-based order 規則為基礎的經貿秩序 就是要擺脫地倫政治 對經濟運作的這個影響 這是過去50年來大家習慣的這個運作 但是現在很明顯的 這個我們所理解的所謂 economic order 這個世界的經貿秩序 所謂rule-based economic order 已經越來越遠了 大家都遠離了這樣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台灣過去從來很少很少 用經濟當成一個工具 或者是一個武器 來遂行我們的國際的政治 和外交的其他的這個目的 所以我簡單來說 我們沒有英文所謂economic statecraft OK 台灣沒有這個經驗 我們通常都是回應人家 我覺得最大的競爭是 我們要理解這是一個新的秩序 這新的秩序背禮的 我們所熟悉的規則為基礎的 這個運作的方式 然後第二個是 主要國家現在大高度的提高了 他們運用這個經濟力量 來遂行他的戰略政策 戰略目標的工具的這個頻率 那我們必須要回應這個現狀 後來之後這個經濟制裁 已經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所以這是一個開放中 又制裁的一個這個新常態 會有很多的自在 但是同時間開放也可以繼續 會有很多的衝突 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的合作 看起來很多緊張 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緊張 那這一些都是挑戰了我們現有的秩序 OK 而且都重點是它會變成常態 所以我們不再要live with COVID 我們還要live with this new normal 就是這種新常態 關鍵是哪一個國家整理出來脈絡就越快 哪個國家看出這些關係的這個關聯性 哪些國家洞悉了它未來的這個預測 那這個國家未來勝出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 它的競爭力就會強 所以這是台灣需要去做這種更綜合研判的功能 經濟制裁是一個很 就是對台灣來說會需要正做更深刻的討論 所以我們要預做準備 不要覺得這是最後一次 這不會是最後一次 這絕對可能是一個很長的這種新常態的開始 那所以對我們來說經濟認識性的安全 我們要考慮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別的國家比較不需要 就是我們的不可或缺性的維持 也就是我們怎麼確保 我們在全球供應鏈裡面現在地位 可以繼續維持 即便面對上一頁講的新常態 我們既然可以作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供應鏈的供應商 第二個當然就是所謂經濟自主性 我們有沒有手的東西會被鍛鍊之後 我們的經濟會沒辦法運作 那我們鍛鍊的機率是多高 台灣真的需要繼續要開始加速 所謂經濟安全的研究跟分析了 我們要知道我們真正的脆弱點在什麼地方 有裴洛西女士的這個出訪 我想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的來了解 有關於美國政治 尤其是美國的國會 她到底在美國的外交上面 代表什麼樣一個角色 尤其是議長這個個人的角色為何 裴洛西女士 她個人對於人權跟民主 這樣子一個價值觀的信仰 那當然國內也有部分的媒體 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從這個選舉意義的角度 來詮釋她這一次的出訪 在1989年的時候 因為各位都非常清楚 當時是因為在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裴洛西女士她當時以這個才出任眾議員一屆 然後她才進入第二屆這樣子的一個背景 她就提出了我們稱之為裴洛西法案 可以說是從這個人權的角度出發 給與中國大陸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知識民運的人士 一些這個便利性 所以對裴洛西女士來說 她對於人權的關注確實是很特別的 那當然我們也知道她在幾次見到胡錦濤先生 不管是她是時任這個國家副主席 或是國家主席的時候 她也曾經關注這個人權問題等等 那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就是 何以這個中方的反應如此激烈 那我這邊承接 剛才我們前面幾位先進都提到的 就中方試圖也在這個形作一種新的常態 這邊要凸顯出來的一個關鍵就是 金瑞契議長他當時的亞洲行他訪問台灣是在4月2號 那實際上他在訪問台灣之前 我們也都知道包括金瑞契先生最近接受訪問 他也特別提到那一段的經過 那實際上就是他表達了他要到台灣來訪問 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結果就接到北京的抗議 金瑞契先生當時跟北京高層官員見面的時候 也多次的表達美國要防衛台灣安全亞太安 亞太穩定的一個意願 那除此之外對中方來講還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是我們看到 因為這段時間是基於台海發生所謂的第三次危機的時候 那在這個後面中方試圖也跟美國要修補這個美中關係 所以雙方是有一些意願要相向而行 跟現在的狀況不太一樣 另外一個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 在金瑞契訪中之前實際上當時的副總統高爾先訪問了北京 而且可以說是高爾前腳離開金瑞契後想到 那高爾當時進行的是一個博士訪問 所以對中方來說面子上面給他做出了 那第三個是中方當時還有面臨一個 就是香港回歸的問題 同樣是97年的7月1號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他覺得這是他的一個大事 所以他要稍微Behave一下 那跟現在顯然不太一樣 那另外就是江澤民後來促成了10月份 1997年10月份江澤民訪美 還有後來柯林頓在1998年6月的時候訪中 那從柯林頓訪中之後 那說沒關係 從中方的角度來講 可以說是走出了95到96年 的胎害危機之後的一個陰影 換句話說大約是三年左右的時間 可是我們現在目前面臨的這樣子一個壓力 恐怕不是短時間之內會馬上解除 那這個我們可能心裡面也要先做一些準備 我這次對台灣有從美國外交政策 制定了一些analysis來做了分析 總體來講在這一方面 他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政權 對於他的人群的禍害 在前來年之後的一些發展都有 常常在批評 所以也解下了他跟中共當局的一些 非常tostile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點就是 也是老熊仁講到的 All politics is local 從美國內政的domestic politics 從美國來看 現在在美國應該在兩黨的抄襲的抄襲之間 可以找到一個共同他們可以同意的事情 就是anti-Chinese 尤其是在COVID-19之後 對中國政府的一些不負責的作為 實際上現在對中國整體的印象是非常的壞 所以說在這一方面 共和黨和民主黨是有一個很強烈的一個consensus 當然在即將要發生的Metern election 這的確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跟民主黨他們的整體的民調 跟支持度是相當的低的 因為尤其是美國現在通告了40年以來 最高的統統 然後非常高的油價 然後最近一些abortion的controversy 還有美國市場發生的強烈案 所以佛洛西來這邊 當然也有要為Democrat 甚至Biden administration 拉抬一些他們的support 第三個就是International level 我們主要看的就是 現在很強烈的美中競爭 還有拜登總統想要繼續強化印太戰略 拜登總統實際上跟川普總統有很大的共同點 雖然說他們兩個在很多地方上面是很多不一樣的 尤其是在反中還有外交政策上 拜登連續了川普總統的 以美國為中心的民主主義大戰 也就是a US-centric national strategic approach 他們兩個都改變了 冷戰後期以及冷戰後期之後的一個 Local internationalist strategy 在這個 strategy裡面 在這個 strategy裡面 美國的前幾年政府都是以全球自由化貿易化作為一種 而在那個全球化自由化的輔助裡 與中國的交往engagement policy 卻是最重要的 因為在那個時候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理念 也就是當年的昆布總統所說的 engagement may eventually help China to change 它可以使得中國變得越來越民主 越來越開放 但是很可惜的是這些事情並沒有實現 從那一年開始 美國做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而我們看到白冷政府的高級觀點 都說了engagement跟中國是不能夠再繼續下去 因為我們無法改變中國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中國周遭的環境 也就是說與印太的同民主的國家 同盟以及這些夥伴 有更多的一些交易 我們也看到Pelosi一下飛機之後 就在Washington Post跟他的speaker的statement裡面說到 臺灣的民主是非常成功的 他這次來的目的就是因為 在中共繼續持續壓迫臺灣的時候 美國是絕對不能夠就受狂觀 We must support Taiwan's democracy 臺灣是一個韌性的導力 它是在政治治理方面 因為COVID-19 還有 climate change 方面的policy 他都是一個領土鳥 是國民安全與經濟活力的領導者 他也具有全球所羨慕的entrepreneur spirit 企業家精神 創新文化與科技勢力 所以說總體來說 Pelosi這次來臺灣 即使在中共的完工武嚇之下 他是非常勇敢的 到臺灣來進行了他的現功式的訪問 採訪 而建議